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明 哇 今天这个节目我们很久没有做了 它就是久违的车主分享时段 那今天我找来的这个车主他开的这台车啦 也是之前很多观众都要求要看的一台车 我之前一直找不到 直到有一天我捡NOVA的时候啊 捡了两个半我就想到 我的理发师就是开这一台车的哦 欢迎 Passat V7 的这个车主 Roy Hi 大家好 我是Roy 想套我该 Hi 我是全马唯一辆的V7 2.0 的车主 天啊 Roy 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你当初为什么会买这一个 全马唯一辆的2.0 Passat V7 OK 讲回这个故事就是 我之前还没拥有这辆 Passat 的时候 其实我是加一台VW 的入门车 就是 Polo Sedan 哦 然后我也是 Polo Sedan Owner Club Malaysia 的一个 Founder 当我拥有了这个 VW 的 Polo Sedan 之后 然后我就很 Active 的 在那个 Club 里面那边很 Active 啦 然后我就 你懂要改车 喜欢玩车的人就会喜欢改车啦 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去 弄我的车就弄得很美 OK 这个是我之前的 Polo Sedan 啦 OK 然后就有一天我就觉得 那我的就满足不到我了啦 我就想 Upgrade 一下去另外一个 Stage 啦 是很喜欢 GTI 啊 然后比较 Golf 的运动系列的车咯 为什么我不会考虑 Golf 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想拥有一辅 Sedan 因为我一路来就是在加 Sedan 的 然后因为我有考虑到我将来可能会有家庭啦 所以我觉得 Sedan 车会比较适合我啦 因为 B7 2.0 在马来西亚是只有一辆罢了 其实这个上一代的 Passat 都是 1.8 TSI 的嘛 是 所以你的是 2.0 的 是 所以我就想就没有想 我就立刻就把我的 Deposit 放下去啦 我就买了这辆车啦 就是那个原因啦 Royd 的 Passat 2.0 这个 2.0 就是那个 EA888 也就是 Golf GTI 身上用的那一具 Engine 它就是跟 Golf Mk 6 GTI 的同一辆 哇 这样真的是很值得买喔这辆车 当我买了这辆车的时候 我第一个 feel 到那个 different 是 我从一个 B-Segment Sedan 就换到去一个 D-Segment Sedan 就从那个车的 Size 跟它的 Performance 有大大的 Upgrade 所以我其实我买了这辆车的时候 我是蛮满意的 你讲到这个 Performance 满意到你 可是你有做更多的 Upgrade 吗 哦 有 当然有 当然有 这样 因为完成了一定 一定那个手会很痒的 OK 所以我买这辆车的时候 这辆车一 On The Road 的 头一个 UF 里面 我已经是把它 Stage 1 了 Stage 1 了 跟我换了我的 Quad 的 Exos System 就是我的车是跑了两里 Exos 了 说是 Remap 还有排气都升级了 排气都 Upgrade 了 还有那个 Intex 啦 Remap Intex 跟 进气排气 所以你这辆车本来原装的这个 Output 是多少 我原装这辆 其实我看 我去 Dyno 的时候是 20 多 我没有记错是 203 到 205 之间 然后我 Stage 1 之后 现在我的车的 Performance 里 是 Stage 1 是 243 跟 372 的 Torque 372 Torque 跟 这个是 On Wheel 这是 On Wheel For V7 2.0 的 如果你讲 On The Road 普通的 Passage 1.8 的话 如果你去到 Stage 2 的话 他们的 Performance 是大概拿到 198 到 203 HP 然后那个 Torque 应该是不会超过 300 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如果是玩 1.8 的车主 我会觉得你们会教你们的 Tuner 把 Torque 尽量不要 Tune 超过 300 会比较好 因为对于 DSG 7 的牙箱会比较 然后没有加用于炸掉那个花牙箱 OK 我觉得我在这边大概解释一下 Roy 的 2.0 它是用 6 速的 Wet Clutch 也就是 14 的 DSG 双离开变速箱 就是你在外面看到的 0.8 的 Passage 它使用的是 7 速 也就是 7-speed 的 Dry Clutch DSG 这个变速箱就和我的 Jetta 用的是同一具变速箱 Roy 感觉的意思其实就是讲 这个变速箱它的能顶的扭矩啦 它的 Torque 比较没有那么高 所以在一个 300 多 300 几? 就 300 Torque 里面 300 Nm 里面是比较安全的一个范围啦 对 OK 你们车主如果是要玩的话 你们会很怕会把你们的牙箱 那个寿命减短 所以你们会 我会建议是尽量不要把 Torque 推到太高 OK 刚才那些其实基本上都是 Appetizer 啦 也就是所谓的全菜 因为接下来我就要进入 C 肉 时间 那就是问 Roy 这辆车 保养方面怎样啊? 你先讲它的 Cost 啦 OK 其实啊 我一个原因是 我会很 confident 的去换这辆车 就是因为 其实在 Volkswagen 里面 无论你加 Polo Sedan 啊 Beatles 啊 Jetta 啊 或 Golf 啦 或 Passat 啦 其实它们的保养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如果你进去 Service Center 的话 它们的 Label Charge 是一样的 它们用那个黑油 Cash Road 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 我 Upgrade 了去这辆车啦 那个保养的方面啊 对于我来讲 其实是没有什么 increase到那个 Commitment 因为我觉得我加 Polo Sedan 的时候 我也是用这个价钱去保养我的车 可是我加了 Passat 之后 我只是 increase 了 多那个 200 、 300 、 罢了每次 Service 。 就好像 我的 Passat 进去 Service Center Service 的话啦 如果是一个普通的 Service 大概是一个 800 多到 900 之间咯 如果你们选择拿去外面 Service 的话呢 当然 Warranty 会没有了 但是 你们在外面 Service 大概是 400 多到 550 之间 如果你们要 Upgrade 好一点的都 OK 嗯 那其实 关于这一方面 其实我在 很久以前啦 我拍讲我自己的车的这个影片的时候 也是有 mention 到这一方面的这个细节 大家可以点击上方的小费店 查看一下 So OK 讲完这个费用方面 接下来我要问的是 这两个难养吗 难不难养的话 如果你问 VW Owner 的这个问题的话 我觉得全部都会在那边 sell 了 我们一起笑一起哭啦 一起抱着一起哭这样子啦 So 这辆车难不难养呢 先看你怎样去保养 跟 Take care 这辆车先 因为我觉得 VW 的车呢 它 并不讲 是很难养 只是它的部分 全部会 比较是 separate 的 然后 它每一个部分 每一个 performance parts 的东西 都会有一个寿命 然后当那个寿命到了 你们就一定要去换 当你们换了新的 parts 进去之后 我可以 confirm 你 那辆车还可以 活多一个三四年的寿命 三四年最少啦 三四年最少啦 是啊 是啊 如果你们买了这辆车 你们一定要预料 一笔 backup 的 maintenance fees 来保养这辆车 就对了了 这方面我觉得 其实 我也是 Volkswagen 车主啦 我是觉得 我们的车 就好像是一个比较 比较 不要讲难搞啦 就 它的这个 比较 complicated 的一个女朋友 So 你要它好的话呢 你要它活得好的话 你就是要花多一点心思去照顾它 YES 对 但是你就想一下 当你的车健康了之后 你在 踩它 那个油门的时候 那个动力给你 那个感觉 你会觉得 是值得的 对 就是一个给你更加爽的女朋友 别不爱 OK Uncle Roy 对 接下来这个问题 也是应该很多人都有兴趣知道啦 那就是你这辆车开了五年 你有换过什么东西吗 坏过什么东西 哇 这个也是 你这个问题问我啦 我也是要笑出来讲啦 因为 又阿又恨啊 这个问题真的是啦 对 OK 因为我这辆车 本身 我买回来的时候 已经不是新裁的 因为我这辆车的前身 其实是 VW 里面的 Demo Unit 来的 So 我是 一个 P Rack 所谓的准型车啦 其实跟我的接待一样 我接待也是 Pre-registered 的车 YES 是一辆Pre-registered 的车来的 So 我拿车的时候 我的车已经是有一个 五千多六千的 mileage 了 然后所以 就这样 我加了五年里面 我就是 换了 其实是 它其实不是太坏啦 其实我可以讲是 那个零件的寿命到了 就例如 那个 我们 VW 最常有问题 最常换的东西 就是那个 Speed Sensor 那个 View Speed Sensor 我看我一讲这个 View Speed Sensor 你们大概 VW 车主都会在那边笑咯 我已经先笑出来了 是 这个 View Speed Sensor 就是 会 在一 两年三年 可能会出现 一个问题的 它其实是 有时候可能是肮脏啊 或者是 稍微比较有点嘎叫 它就会亮灯 就是那 View Speed Sensor 我们车里面有四粒咯 然后 我除了换了这个 View Speed Sensor 我还有换了我的 Intech Manifor 因为我的 Intech Manifor 露了 其实这个 Intech Manifor 露锋 不是 我觉得可能是我 BOOST 引擎的 Horse Power 太高了 所以 就可能会弄到 那个 Intech Manifor 露锋 我不懂啦 应该 然后 还有换了那个 PCV Warf 还有一个东西 是 Fuel Pump Module 这个Fuel Pump Module 我觉得 Parsad Owner 他们会 有一点 吓到的 因为 当这个Fuel Pump Module 有问题 有状况的时候 你们的车 驾到一半 突然间 它会 还是你们一开始了 引擎的时候 你还没踏油 走的时候 它会突然间 会 这个就是 Fuel Pump Module 坏的symptom 我这个Fuel Pump Module 坏过 我就在路边里面 坏了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 我随个车 很容易坏在路边的 原因 可是它是整个东西 坏掉还是什么 不是 其实这个东西 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 因为你有看到那些很多车 VW在路边 泊住 其实可能有可能 他们的Fuel Pump Module 坏了 是他们会 direct 剪掉你的油 就不会给油 你们的引擎 然后你们的车 就会停止掉 只是你只是把 Fuel Pump Module 换了 就OK了 这个价钱 大概是 650 之间 所以当你们的 Fuel Pump Module 换了你们的车 就回到 正常了 这个也是其中 一个我换过的东西 嗯 还有吗 没有 就这样吧 Fuel Pump Module Fuel Suite Sensor Intake Manifold PCV Wolf Charcot Canister Charcot Canister Charcot Canister 是一个 它是其中一个引擎里面的 一个王宝箱 你把它换了 它就OK了 它是 它给你 一个Signal 是讲你那个东西 安葬了 要换了 这个是一个Maintenance 其实都是一个Maintenance 所以也是一个消耗品 啊 消耗品 那这些东西 你都是Claim warranty 还是 因为我的车 已经是改过了 所以是没有Warranty 了 所以我就没有打算 拿去Claim Volkswagen车主 你们是没有手痒 去Touch 你们的车 去改装你们的车 的话 你们其实这些问题 全部都可以回去VW 到Service Center里面 去Claim 你们的Warranty 而且不用钱 像我的车 其实也是有Claim过几个东西 然后真的是完全不 要看你们买车的时候 你们的Term and Condition 是怎样的 因为每一年的车 都有每一年不一样的Term Condition 如果你们 有什么 这些小问题 这些Pass的东西 你们回去你们Service Center 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可以解决到的 OK 所以刚才Roy 你换的这些东西 算是Passat的通病吗 我不可以Confirm 是Passat的通病 我觉得VW的车主里面 我觉得很多VW车主 都会有那个经验 去换过 这些东西 刚才我所讲的 那几样的 那个Parts OK 那如果我 讲到Passat V7的通病 我们以这个1.8 来讲 这个1.8 GSI 的Passat 你觉得它会有什么 通常会遇到什么问题 OK 我觉得 如果车主要考虑 买那个 V7 1.8 我觉得 要注意的东西是 几样 View Speed Sensor 它们的牙响 牙响 其实不是整一牙响 只是那个MECA 因为有些人会很不会讲 那个牙响坏 牙响有问题 其实 那个牙响是不会坏的 只是 那个 控制牙响 那个MECATRONIC 它会有一个寿命 所以 这个是MECA的寿命 然后 Fuel Pump Module Fuel Pump Module View Speed Sensor MECA 这几个东西 我觉得 我觉得 每一个B7的车主 都会有经验 会有这个问题出现过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是 当你们加车的时候 你们的车 突然间有MISFIRE 出现的话 可能那个就是 Coin Pack的问题 因为 1.8 跟2.0 的 引擎 就是会有一个 MISFIRE 的 问题出现的 那个MISFIRE 其实它不是坏掉 就是那个Coin Pack 的寿命到了 你们只是把那个Coin Pack 换掉 就 会解决到这个问题 通常这个Coin Pack 的寿命 大概是几九 如果你没有去 Tune你的车的话 我觉得 30到40 钱 如果你们Tune了 你们的车 Stage 1 Stage 2 可能是 减一个一半咯 我觉得减一个一半 来平衡 这个是OK的 嗯 那在这里 我也做出这个列表了 就列出刚才 Roy提到的这些 零件 的这个价格 一个大概价格 给大家参考啦 所以如果你想要入手 这个二手的Parsad B7 的话 你可以参考一下 不过接下来 我觉得Roy 我也顺便问你啦 你觉得这一辆 Parsad B7 如果 因为现在市场上 真的是很便宜嘛 大概可能3万多 3万多 4万就买到了 应该是比一辆 新车Myvi更便宜 我觉得 Myvi 还贵过它 所以你们不用想了 你们可以买了 因为那个价钱比Myvi更便宜 不用想可以去买 敢敢去 但是我觉得 你们车主要买这辆车 你们要考虑一个东西 就是 你们买了这辆车 必须这辆车是一个二手的 所以你们要 stand by 一个十千块 来去 maintenance 可能要换 刚才我所讲的那些零件 你把它换了 然后你这辆车 这也是 perfect condition 好像你再送出来的一模一样 还很紧的感觉啦 我觉得十千好像有 稍微比较 危险一点 我觉得提高一点啦 可能放一个 十五到二十千这样子 就是等于你花一个大概 五万块 买这辆车回来 你要有这个心理建设啦 就是要稍微花一笔钱 去抓过它 这样子的这个 mindset 就对了 而且重点是 抓过了过后 这辆车 又可以加多一个 我看三四年 五年 其实那些 parts 全部 以我的经验来讲 我每次换了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那一个 三年到四年 是肯定 ok 的 而且讲真的啦 现在 Volkswagen 的车 在外面其实都蛮多 specialist 会做 因为 这辆车 其实在五六年前 我刚买的时候 是比较 比较怕一点的 是因为外面 不是很多车床 可以去弄这辆车 他们不懂 去弄 现在的 technology 我们的车床 已经是 学到 但是 学到这个 怎样去弄这辆车 已经是很完美了 就是 你看我这辆车 我在三个月前 我把它装到这样 然后 三个月后 我把它变回这样 所以你们就不用担心了 还顺便改装了一下 把原本的鲁树大灯 换成了 high spec的这个 LED 灯 是啊 是啊 因为我的车本来 原装是一个很普通的 然后我也可以把它 convert 换成去 好像 B7 High Line 的 那个 Daylight 这样 所以我觉得 你们可以赶赶去 而且现在市场上 也很多所谓的 OEM 的零件 在价格方面 其实是低了 低了蛮多的 比之前价钱低了 因为 车床会弄的地方多了 然后那个价钱 就没有以前 五六年前那么贵了 然后 汤车的零件又比较多了 所以 我觉得可以考虑考虑 好啦 那今天这个影片 我看也是时候结束了 那在这里要感谢我的这个理发师 Roy Uncle 上我们的节目 它其实是帮蛮多红人见头发的 没有讲 没有讲 然后其实它的Selon 前面 实际上会放很多名车 所以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它的这个Selon 看一下 所以Roy 其实你们这个 Passat 目前还有这个 所谓的车友群吗 也就是 Club 这样的东西 有喔有喔 其实我们 我们 Passat 有一个 Club 叫做 PECOM PASSAT ATEON CC HONOR CLUB 你们可以去 IG 去找一找我们的Facebook 然后就可以看到很多车主 在那边交流交流一下 嗯交流 然后可能你如果是想要入手这台车的话 你也是可以进去里面做功课啦 就找资料这些 是的 欢迎大家去加入这个车友群 好啦 我是小明 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喜欢这一期影片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 分享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话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解答啦 好啦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